哈囉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要跟大家做分享的是 娜智姐的M7 這台算是娜智姐的七人座休旅車 這台是2012年款的 地上看到的是原廠拆下來的避震器 前面的懸吊系統是麥花層 後面的話是彈簧跟避震器分開的結構 可以看到後面的行程其實是比較短的 這台車比之前我們介紹過的避震器 稍微不一樣的話是後面懸吊系統的結構部分 後面的話我們會附一個舒密的彈簧 它的車高或是會比原廠略降 它的離載段部分的話需要換成短的 前面的上座部分的話KT就有附了 所以前面的上座部分是不需要沿用原廠的 我們先從前面來介紹 前面的話是麥花層的懸吊系統 那這一台呢其實也算是一個中大型的休旅車 所以我們KT在設定上的話呢 都會以要兼顧到原來的舒適度為主了 它前面的上座在這裡有一個維修口 在維修孔裡面呢就可以看得到上座了 那從這裡的話就可以調整到阻尼 那也很方便的呢就可以把上座把它拆卸下來 這裡有一個旋鈕 這個旋鈕呢就能夠調整到阻尼 順時針的話像這樣子變硬 逆時針就是變軟 所以這個軸層呢的材質也很特別 它是日本KOYO的軸層 所以它的耐用度的話會非常的好 這是前面上座的部分 這個是2.2升的渦輪引擎 2012年款 前面的彈簧配置呢 剛剛有提到過了 會比較舒適一點 所以我們配置的話是220長8公斤的彈簧 有把彈簧的長度把它拉長 那離載串的部分的話呢 需要換成短的 我們會附一個短的離載串 它方便計時來做更換 這裡有一些油管固定 ABS感應線的位置 這裡是油管固定架 這些呢都是仿造原廠的位置 不用再用束線帶 那車高的調整呢 它是靠統身可調 並不是靠壓縮彈簧來改變車高 所以高低的調整呢 第一個前面的區間範圍會比較大一點 它把這個齒輪狀托板鬆開之後呢 筒身長度拉長 跟腳管的整體長度拉長 它的側高就變高 那相反的的話就是變低 這是前面的部分 那前面的主尼友 我們所選用的呢 全系列都是 義大利IP進口的主尼友 油封的部分的話是 用日本NOK的油封 所以耐用度的話相當的不錯 那KT其實也都有一些車種呢 可以讓車友們來做試乘 所以有興趣的話呢 很歡迎來跟我們的小編 預約 歡迎來試乘 這台是七人座的修理車 至於後面呢 它的彈簧跟避震器是分開的結構 所以你從這邊 所以從這裡呢 可以看到這條彈簧呢 是我們特別打的一條彈簧 它是疏密狀的 所以它比原廠的舒適度的話 其實會還要來得好一些 但長度的話呢 跟原廠差不多 所以它降下來的車高呢 大約是比原廠低2到3指幅左右 那後面的筒身呢 可以看到KT的行程呢 比一般的其他的還要來得長 這個行程呢 做到119mm 它的阻尼調整呢 是在上方這裡 瞬時針就變硬 逆時針就變軟 所以後面的阻尼呢 一樣是可以讓車友呢 隨自己想要的軟硬呢 來做調整 所以這個是後面的行程 很長齁 跟原廠的其實差不了多少 所以舒適度上的話呢 就會比較好一些 那原廠的因為啊 它的懸吊設計的關係 所以呢 在改裝避震器的時候呢 你看這個長度很短齁 所以在改裝避震器時候 要做發揮呢 其實不太容易 那我們又把它的下底座呢 往外移 所以外移之後的行程 它的整個作動行程呢 就能夠做得比較長 就不會說 當空載的時候可以 空載的時候呢 它的壓縮還可以 但滿載之後呢 它會把作動的行程把它吃掉 所以滿載的時候 就改裝品 就比較容易觸底 那KT的話呢 在U6 啊 U7的 U7或M7的車款 裡面 就不會有這樣的問題 那這個管充饅頭要拆掉 因為呢 KT的在後面的桶身裡面呢 上方就有一個饅頭了 所以這個饅頭呢 其實是會稍微會乾涉 所以建議 要MT的話呢 就建議直接把它拆掉就可以了 那上方的話 有一個卡榫 直接把它拉下來就好了 像這台的話 鋁軒輪胎都還是維持原廠 那車主的需求呢 其實很簡單 就是因為原廠的懸吊系統太晃了 所以想要把它改裝的低一點點 然後也要穩一點點 那最重要的話呢 KT是阻尼還有高低呢 都能夠做調整 所以在車主如果有不同的駕駛需求呢 相對的都能夠調整到自己想要的軟硬 或者是高度 那這台車其實還蠻流線的 有時候改個大概20吋的鋁圈 整體的氣勢 車身降下來之後就都不一樣 那相對的操控的穩定度的話呢 也會還來的 比原廠還要來的好 好的以上是今天的 那字節M7 2.2 2012年款的安裝KT 道路板避震器的分享 那謝謝大家 掰掰